你再聪明 再有智慧 你去研究一切尖教 说得天花乱坠 最后你不能往生 你还搞六大轮回 你怎么能跟他相提 念佛法门实施无上深妙之法 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成当也 这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 专界上根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上根 他一听就明白 不但明白了 他正干 给诸位说 我能把执着 放下一些 执着不像从前那么严重 放下去 也是上根 他要不放下 严重的执着 对他就产生了障碍 他不能往生啊 凡圣同居主 下下平往生 都是上根 你想想对不对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你就是阿弥陀佛本愿 其实不是他正的 你到极乐世界 你的待遇 你的规格 就是阿弥陀佛本愿 谁给你的 阿弥陀佛给你的 阿弥陀佛本愿 这个不可思议 这真的是祝福所行进 菩萨都不敢想 所以称之为 男性之法了 所以你能信 就是上根 你就能直下成大 我什么都放下 世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 我就这一步经 就这一句名号 我这一生当中 决定的神经徒 清洁律 世间一般更新 就不能跟他相比 你再聪明 再有智慧 你去研究一切尖教 说得天花乱坠 最后你不能往生 你还搞六道轮回 你怎么能跟他相比 又本经 菩萨往生品乐 射方是借祝福 祝福名号 这名号是什么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是设放世界 祝福 名号 为什么 大臣经里面佛常讲 受放三世福 共同一发身 一心 一智慧 六为一然 我们没觉悟的人 没正在原觉的人 有分别 有妄想 正在原觉的人知道 一切一切一切皆宜 这一尊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释放一切诸佛名号 菩萨诸 当往生者 这些诸菩萨 念佛 求往生进土 但说其民 穷洁不尽 说不尽 这是说 持明念佛 说这个话的意思 没别的 让我们明白 事实真相 我们如何能成就 在这个地方成就 障碍太多 第一个障碍 寿命有限 太短了 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没有法子完成 这最大的一个障碍 那其他障碍就不谈 太多 到极乐世界 所有障碍都没有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无量 受命无量 有的是时间 释迦牟尼佛在观景上 跟我们讲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在西方极乐世界 修许 修到自己 真正大吃大悟 隐形结析 你说 真的是阿弥耶治 无常的 不是 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是你自己功夫 真正到了阿弥耶治 要多长的时间 或是十二节 十二节 在我们这里说是 很长了 在西方极乐世界 很短 为什么呢 他们的寿命是 无量节 无量节的寿命 十二节算什么 很短的时间 就真的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为什么到极乐世界 就跟阿弥陀佛去 这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如果是 华藏世界的 初度菩萨 在华藏世界 他要把四十一瓶 无名吸气 断掉 断尽 需要多少时间 三个二生七节 你看 下下品 凡圣同就都 下下品 一瓶烦恼没断 在西方极乐世界 十二节 就能达到 到他们那个地位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在华藏世界 修行 断习期 时间长 慢 到极乐世界 就快 所以文书 不行 要把这些人 统统带到极乐世界 去 道理在此 皮诺 没有阻拦 反而欢喜 这说明说 没有嫉妒心 极乐世界 修行的环境 好吗 到那里去 是应该的 早去 早成就 成就之后 像诸佛如来一样 普度 优优优独生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陀佛 佛 打 员 颇 glance 呱